今天我們要上的是第二種第三種的起電方式 要做感應起電 我們要接觸起電 講感應起電之前 先講了你們應該都已經知道的事情 就是導體 導體就是電荷在裡面可以自由的移動 就可以所謂的導電 所以就稱為導體 可是導電的時候有兩種 一個是金屬導體 一個是電解質的導電 請問你們還知道金屬導體是靠什麼導電的嗎? 你還知道金屬導體靠什麼導電的? 正確說四個字 二十二 導體靠誰? 自由電子 導體靠自由電子導電 那電解質靠誰導電? 電解質上學期教過了 電解質靠誰導電? 三號 三號 離子請坐 電解質靠 離子的移動導電 OK,這是以前教過的 知道,OK,好 那再來就是所謂的絕緣體 是不能導電的 叫絕緣體 像塑膠啊,玻璃啊,什麼陶瓷啊 不導電的叫做所謂的絕緣體 那不太導電是所謂的不良導體 不太導電的 就叫做不良導體 主要很大 就是 可以導電,可是主要很大 這個主要叫電阻 我們後面會教 比如說像施空器、紙張這東西叫做所謂的不良導體 其實 沒有真的完全絕緣 沒有真正完全絕緣 以後會知道電壓 只要你推動力量夠大 就能真空都可以導電 電都可以過去 所以呢,並沒有百分之百的所謂的絕緣 就是看你電壓的狀況 我們是在一般我們家裡面的220伏特、110伏特的情況之下 會導電的叫做導體 不導電的叫做絕緣體 也是我們平常的講法 平常的講法 事實上沒有真的完全的絕緣 再來叫半導體 就是一些東西 它存物質的時候不太會導電 加一點雜質就會變成會導電 這叫做半導體 就是所謂的台積電連電 就是做這個 矽晶圓以前曾經簡單帶過這個東西 半導體 它的東西很麻煩 我們活動下來沒有膠 就簡單帶過 去告訴你們這個玩意兒 就是平常不導電 但是呢 加了雜質之後 會變成可以導電的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半導體 最後要電容器 就是有一邊放正電 有一邊放腹電 然後靠正腹箱起 把電包在裡面不會跑掉 可是正跟腹部可以碰在一起 碰在一起就會中和掉 所以中間要夾上一層絕圓物質 我們會放一層薄薄的東西 比如說紙張 還有我們地殼膠或的雲母 雲母可以撕成薄片 卡在中間 讓這個正腹電相吸 然後把電融在裡面 融在裡面 然後不但是隔著絕圓體 所以不會中和掉 這種玩意兒叫做所謂的電容器 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就是我們跟各位先介紹一些 導體絕圓體的觀念 介紹一下電容器 然後我們等一下才跟各位講 什麼叫做感應起電 OK